怎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 显著提高免疫力的五个方法 你一定要学会 大家好 现在很多人总是爱生病 体质特别差 每天都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如果你也有同样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来教你显著提高免疫力的五个方法 那你只要按照这五个方法去做 就会有非常好的作用来去提高免疫力 那首先第一条叫均衡营养 那其实平时我们在吃上最重要的一个字叫均衡 你会发现有些人爱吃肉 那爱吃肉的人抵抗力好吗 不见得好 有些人特别爱吃素 一点肉都不吃 这样的人抵抗力好吗 也不见得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偏爱某一类的食物 总会导致另一类的食物 他吃的少 而吃的少了这一类食物 特别容易会导致你某些营养素的缺乏 比如说缺乏维生素A 维生素C 缺乏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或者矿物质 那还有不爱吃肉的或者特别素的人 就缺乏蛋白质 而我们的身体 它就是有非常多的蛋白质 氨基酸去组成的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 身体中缺乏什么样的营养素都不行 那最重要的就是 瓜果蔬菜各种各样的营养素 各种各样的肉食素食 你一定要都要吃 那第二个问题 你说我也想吃也想补充 我食欲特别差 就是吃不进去 那该怎么办呢 建议大家可以用中医的方式 看看自己是不是脾具的问题 是不是有基石的问题 是不是有干气成脾的问题 调理我们的脾胃 调理我们的干脾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建议大家 不管是孩子或者老人 咱们可以多吃一些什么 多吃一些山药 山药对于调理脾胃 都是非常好的 可以熬熬粥喝点山药粉 把问题调理正常了 你爱吃饭了 吃的饭多了 营养素充足了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 就不容易再出现 因为营养素缺乏 导致我们身体技能下降了 第二大例就是要保持适量的运动 为什么我要讲到要适量呢 因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突然把你的运动量增加非常高 其实不光不能达到很好的运动健身 增强体质的效果 还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因为白天 员工非常的劳累 劳累了一天 晚上又要去健身房去锻炼 突然增加运动量 肾的功能以下适应不了 就特别容易出现一线的这种危险的因素 甚至会出现猝死 所以说整体的运动量 本来就不高的情况下 去适度的提高运动量 比如说像中老眼人 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一些这种 快走啊 跳一跳广场舞啊 骑骑自行车 慢慢的去爬爬山啊 所以说适度的运动 其实是最好的 去增强我们身体体质的一个方法 不运动不行 过度运动了 尤其是从来不运动的人 也容易出现问题 那第三点就是睡眠了 那其实只要睡眠不足的人 或者你说 虽然睡眠时间长 但是你总是爱熬夜 每天晚上2点3点才去睡 去打破你的生物中 这样睡眠呢 也特别容易影响到 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早睡 并且呢 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那早睡的话呢 就建议大家 晚上10点之前 最好呢 要躺下睡着 那第二个呢 就建议大家呢 睡眠的时间呢 不要低于8个小时 那第三个呢 就是要保持足够的睡眠质量 你千万别 晚上睡着了 但是呢 总是爱醒 1点多 2点多 3点多 可能就醒了 翻来覆去 就睡不着了 睡了8个小时 照样还是睡不好 但是呢 这里呢 问题又来了 很多人说 我不是不爱睡 我是睡不着啊 或者说 我睡了 就是梦特别的多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在中医上讲啊 导致失眠的原因 有非常的多 比如说这种 心肾阴亏的问题 比如说这种 心火 抗生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都可能会导致 你的失眠 那么有没有一种 非常简单的方法 能够改善失眠呢 上一期视频呢 教给大家一招 用野生酸草 来改善失眠的好方法 大家呢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点开右上角呢 点一下搜索 搜索一下失眠 大家呢 去看一看这个视频 来供你参考 那第四条呢 就是要保持一个 好的心情 这一点 真的是至关重要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亲眼见到的呀 现在人的整个体质变差 就是上下身体 都有病 身体素质非常差的人 至少有一半的人 是因为平时 情绪特别差 有抑郁的问题 容易生气的问题 工作压力大 生活压力大 生活上不顺心的事 就特别容易 去破坏 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导致你整个身体的 素质变差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光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那你要去干嘛 你要去调理我们的情绪 首先呢 要从心理上去讲 我们是不是要去疏导 去疏导我们情绪 尽量的不要去钻牛角尖 不要光认你自己的 那个死理 不要想方设法 去改变别人 想方设法 先去改变自己 第二个 在工作上不如意了 你可以换一份工作 或者想想方法 首先呢 我们去通过一个 主观的方式去调 那第二个呢 你会发现 好像我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事 但是我就是爱生气 就是爱抑郁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去挑抑郁的问题了 中医上多见的话 是肝胆 那如果说 这种肝育的问题 出现这种肝气瘀痴的话 就特别容易出现 这种郁闷的问题 抑郁的问题 出现神志比较低落的问题 情志低落的问题 那如果出现肝火放肾的话 特别就容易出现 这种脾气暴躁 一点就炸的问题 非常的这种肝火抗肾啊 会出现各种方面的 比如说头痛 头晕 甚至呢 有虚压升高 各种更要脏气出现问题 所以说呢 在中医上 多去调理我们的肝胆 来调节我们的情志 那我以前呢 也讲过非常多的 甘于调理肝胆 情绪的这种问题的 这种视频 那在这里呢 我就不展开讲了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大家呢 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搜索一下 看看我之前发的视频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要推荐啊 可以用中医的方式来去调理 看看你到底是不是 中医上讲的 比如说肌虚的问题 血虚的问题 阴虚阳虚 或者是邪气 倾袭了我们身体 导致我们身体 阴阳平衡出现了问题 你的身体失调了问题 那你会发现 这样的人是非常多的 很多人说 我就愿意早睡觉啊 我愿意好好吃饭啊 但是我就是吃不下去 这个时候呢 你就别硬吃 别硬怼了 是不是就该调理身体了 那你呢 完全可以去选择一个 中医的方式 去找一个中医 望闻问切 辨证一下 找到问题的根结 然后选择适合的方法 让你的身体呢 阴阳平衡 达到一个调节免疫力的作用 好了 那么今天讲到这儿了 大家就知道了 我推荐给你的五种 显著提高免疫力的方式 都有哪些 大家呢 去看一看 你到底是哪个环节上 出现了问题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 转发到我们的家庭群里 去通过这个视频 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我的视频 有非常多的方法 也许未来会给大家提供 非常倔的帮助 咱们明天见